因为贪心 这个病会生根发芽 贪一点点就会贪凉点点 很多人没来美国之前 心想我只要买一辆 能够走得动的车就可以了 来了之后就慢慢的要开名牌车了 有的人想 我有一个公寓住住就可以了 慢慢的天天想住house house住好了之后 又想住靠近海边的人 会觉得越来越不够 因为人的贪 它会不断的发芽和长大 当年有一个船长 船到了现在的美国 见到了那些印第安人 他说 我能不能用我船上的这些珠宝 换你这块土地啊 当时的印第安人 非常惊奇地看着这些珠宝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这么闪闪发亮的珠宝 他们说 好 我们有的是土地 你现在骑着我的马 你走到哪里 哪里的土地就是你的 但是 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天黑之前回来 那个人就不停地吹马甲鞭往前跑 骑着马一看 哎呀 这块地太好了 可以种高粱 一看 那块地太好了 可以种稻子 哎呀 这么大的地方都归我了 越走越开心 太阳偏西了 他还不知道 天黑了 他连路都找不到回来 骑着马 不知道 赚了多少圈 结果 筋疲力尽 摔了个跟头 就再也没有起来 被人发现之后 别人 给他挖了一个坑 就地埋了 牧师在这个人 做祈祷的时候说 上帝啊 一个人 要多少土地呢 其实 就是这个坑 这么大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的贪心 为了钱 连命都不要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 天天为了钱 不是还在 完命的 打工吗 自己拼命的 在做呀 所以 贪心 会害死人的 做什么事情 要学 孔闷之道 忠庸之道 不要 过偏 够了 就是享受 我行了 我满足了 就是快乐 这就叫 放下了 我满足了